镜头前正在弹奏歌唱祖国的哈萨克斯坦少年叫阿米尔汉 当地时间7月2日中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阿斯塔纳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24次会议并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在贵宾楼大厅 十余名哈萨克斯坦少年儿童 用中文演唱歌唱祖国 热情欢迎习近平主席 十岁的阿米尔汉是其中之一 当地时间3日 他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 我很高兴也很紧张 我的孔子学员老师帮助我 写汉泽和拼音 我两天学会了这个歌曲 阿米尔汉学习中文已有三年多 现在的他可以用标准的中文进行日常对话 2023年他来到中国云南省 参加第三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比赛 并和家人在当地参加研学活动 中国的街道很干净 中国的饭和好吃 我最喜欢北京高牙 牛肉和面条 打烹饪水饺 和我有一位小朋友 他叫卫龙 提起中国之行 阿米尔汉滔滔不绝 他向记者展示自己的收藏 墙上挂着的奖状 朋友赠送的礼物 其中一张摘抄唐诗春晓的毛笔小凯 格外公正 我很喜欢去汉语 因为我喜欢写字 我写了一首诗 我有 我写的 我写的很好的 是我的不错 据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杨雷介绍 像阿米尔汉这样的孩子 在当地不是个例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 近年来 中哈两国合作越发紧密 中文热 在哈持续升温 学习汉语的人数呢 出现了大幅的增长 主要的话体现出来 以下的几个特征 第一个年轻化 也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 加入到了学习汉语的行列 第二一个特征呢 是目的性 就是说 他们在学习汉语 以汉语作为工具 来增加就业呀 包括的话 从事商业呀 等等的可能性 第三一个特征呢 就是社会覆盖面的增加 数据显示 目前共有超过一万名 哈萨克斯坦留学生 在华学习 哈萨克斯坦大学 也吸引了上千名中国年轻人 前来深造 我已经去过中国两次 到过云南和北京 未来 我想去更多的中国城市看看 采访最后 阿米尔汉认真地说 关于未来 他还有一个梦想 我喜欢中国历史 想成为手续员 听我大学 或者北京大学 是我的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